今儿我又看见一个很熟悉的段子 说中国的富人呢 现在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想把房子卖了套现吧 发现房子不好卖了 开工厂的吧 既没有订单 又无法摆脱 设保这些压力 不是已经破产 就是走在破产的路上 银行里的存款吧 指不定哪天就没了 说没就没了 然后想买个黄金保值吧 发现黄金会生锈 颠覆了常识 拿着护照过海关 担心护照被剪脚 其实还有很多人 连护照都办不到 现在办个护照真的很难 能出去的理由就这么多 怎么办呢 花钱呗 这就是所谓的盛事 就这样 我们最近看到的好像 党类军类 拍马屁的 像习旁表忠心的 这些高级官员 高级将领 一波一波的 就他没上街请愿 让他当皇上 听起来好像 其他国家都不咋地 人家都躺平了 面对疫情 这个要面对 不仅得了新冠 而且还以后一阵的问题 只有中国好像 坚持动态 甚至我们看到了 有很多 单位 有传说 就是 当你被确诊了 可能就会把你开除的 以后你再想找工作 曾经确诊过 都不容易 那么今天的生活 是怎么来的呢 就像八王别基里 张光荣的台词一样 今儿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己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当大家在调侃 富人们像热锅上的蚂蚁 其实中国有很多富人 在瑞士滑雪 在西班牙考察 他们国内的企业 还在赚着 人却已经到了国外 每一次为了政治人 保障股市 不能跌 要强行 拉伸的时候 人们都会发现 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们在悄悄的 出清 手上的股份 甚至连控股 都不在乎了 听起来很玄幻 是吧 今天即便肉身 还在国内 他们把资产 尽可能配置到海外 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我记得早些年 就有一个做旅订的 他们在海外 囤了一大批货 不知道的人 以为他要炒期货呢 其实不是 他就是为了把资金 合理的 按照中共的规定 合法的 运出中国 他本意并没有想推高 旅的价格 但事实上被调查 而且被罚款了 真正的富人呢 其实早就跑了 像李嘉诚这样的 连发令枪还没响呢 人家抢跑了 领跑了好几年 大众的认知 一般都要落后于 这些有内蒙消息的人 他们都属于老骂藏 当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嗅觉非常灵敏 他已经知道要出事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撤了 所以今天 真正的中国富人 说无动于衷的 其实不多 有的人传说 要在 有生之年实现共产主义 那是因为他实在没地儿去 真能跑了 还会留在这儿吗 所以对富人这个定义呢 得打个引号 后知后绝的人 其实不会有多少财富 大多数中国人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 他们有可能反应不是那么快 因为他们心理健康问题 造成了这一结果 他们始终认为 他们活在 一个幸福的国度 他们认为 新闻联播是可以看的 他们总是在找寻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但事实上 情况已经变了 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了 如果你有财富 在国内 其实就是给共产党攒着的 他哪天想剥夺的时候 你连还嘴的可能都没有 因为你的态度决定了 你能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有可能直接让你本人都消失了 他就是中国人 现实的很 我们看到的段子 往往都是为了排解 心中的这种苦闷 看别人在跟他 损人不利己 白开心 更多的时候 中国人其实不关注这个 只关注自己 统计学 意义上 非常有标志性的 这些数据 节点 对他们来说 并不重要 因为对个体而言 只有百分百 和零的区别 他们总认为 自己站在对的一边 但是作为一个个案 每一个人的遭遇 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会转变的 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一点 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 早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甚至不会告诉任何人 今天中国的景象 可以说 有许多人 已经呼唤了几十年 我认识的朋友中 把今天最坏的结构 猜到并且大声说出来的 至少提前了十年 就如同马向伯先生 克死异乡 他最后死在越南 他临死前说的一句话 他说 他就像一条狗一样 叫了一百年 他算是个百岁老人 都没有叫得醒中国 可想而知 我们作为普通人 能唤醒几个人呢 只能说问心无愧而已 该你做的事 你做了就行了 哪个人 尤其是成年人 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别人告诉你 即便像威乐与夫一样 不停地呆喊 甚至挨揍 是吧 被骂成骗子 被骂成贩卖焦虑 其实 人们为你能做的 又有多少呢 在任何情况下 决定 你的人生道路的 这种决断 都只能由你自己来下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为自己的行为 为自己的选择 去买单 也是很正常 不过的事 所以我觉得 看热了不现事大的人 有的时候 他们说的话虽然酸 但不一定没有道理 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你听到的东西 足够多 只不过依据你的人生经验 你下错了注 买定理所 愿赌 复苏 很多时候 人们不能再奢望 得到更多 只能依据我们目前 所处的环境 去做一些抉择 去找理由 去找责任 这都是以后的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 依据目前的生存状态 制定出合理的计划 保持信念 不要放弃任何希望 我觉得这就足以对得起今后的人生了 谢谢大家 再见